你知道佛陀制定日中一时这条戒律的因缘吗? 一天,天快黑的时候,嘉流陀一尊者进入舍卫城托波, 他来到一位长者家起时,长者的妇人怀有身孕, 听说有沙门起时,便亲自到门口失时。 那时,天已经全黑了,且风雨欲来,正好一个闪电, 那妇人看到颜貌极为粗黑的嘉流陀一尊者站在门口, 惊呼道,有鬼啊!他惊吓过度,导致流产。 尊者回到经社,独作思维,仇忧悔恨不已。 同时,省卫城中流言蜚语也传开了, 有人说,佛陀的弟子诅咒他人,害人流产。 有人说,这些沙门行无节度,食不知食, 和在家人有什么区别? 这些话被比丘们听到,连那些持戒完备的比丘也自责道, 这的确是我等的过错,食无尽献,行无时节。 于是,他们将此事报告佛陀。 佛陀叫来嘉流陀一,确认确有其事后, 佛陀则问道,你何故不别时节, 又在快下雨的时候入城其事? 此非如意,是释迦族人出家学到贪于饮食的缘故。 嘉流陀一尊者既从坐起,忏悔道, 自经以后不敢再犯,唯愿世尊,听受忏悔。 佛陀受益阿难召集比丘们到讲堂, 以此因缘制定了日中而时的戒律。